先來看這個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葛文廷 日前想要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來基盤個人的演唱會 給台北市政府以違反規定來記載 說現在葛文廷是第二次再來唱到流行音樂中心 本來是今天要在這裡來發佈到 AI人工地匯的競爭掛 結果給台北市文化協助副市民法公又來了 副市民也關警察合約跟葛文廷在辦公室 說在那裡辦不通 違反規定 所以葛文廷辦公室最好 另外再來找場地 在葛文廷競爭辦公室 這裡全部要公布AI競爭檔期 想到過不幾點前 晚上11點5點 還有關金法庭 到底是怎麼看這個華東臨時大東 原來地點有個選擇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第一時間反應是又來了 對 他們以為說餐廳不算 那可是我說那個 我看到那個後來發的新聞稿 它上面就寫說辦在北流的餐廳 可是辦在北流那四字括號起來 大家還是會誤會嘛 文化局長副市評說怎麼又來了 因為之前還要拿這麼多 還沒當在北流辦公室的演唱會 跟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隊搶 所以說他們一個接到通知而已 就趕緊請北流扎民合佣 就是所有跟北流有關的場館 包括餐飲那場所都不應該跟政治活動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訊息在業裡的時候 我就傳給了科辦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也有一些缺點去詢問 這個餐廳業者 這樣子會不會有違反相關的規範 餐廳的業者很明確的回覆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商業的租賃行為 業者說沒問題 所以說沒有再問文化 叫現在台北另外找新的地方了 那當然我們就從善如流 任何的規定我們都必須要遵守 柯文哲市長不來呢 我說還是不行 因為你是競選歌曲的發表會 大人嘛 對 可能只有小事他們會 會特別沒有留意吧 人家自稱的藝人多百下奏 鴻海創辦人過大面的富手 未來的董事黨在北流表演 他如果說不用總統 副總統參選人的身分 然後從頭到尾沒有講選舉的語言 也沒有人穿著賴佩霞 或者是郭先生的背心的話 那當然就另當別人 現在選舉的 北京國東參選人辦華東 困惑都要成長這個合約看清楚 以免說華東因為第一點的問題辦不成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我幫你服供給人家 謝謝大家 好 boo 真 咱的